我手机在更新到iOS16之后 终于可以在锁屏界面上 一键新键代办设想 一键进入指定的文件 一键掉出键钢码 一键微信扫一扫了 实在是非常的愉悦 我的两台手机 一台S一台S13 都已经升级到iOS16了 使用了一天下来呢 会有一些小小的Bug 但大的问题呢是没有的 今天呢就想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制作这种高效的桌面 我们需要用到的软件呢 就是一个锁屏启动 最近这两天呢 它都可以免费升级到专业版 推荐大家先把它下载到手 那下载安装了之后呢 我们打开软件 先点开小组件3和4 升级成pro版本 升级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设置这四个按钮 首先第一个我们点击设置之后 第一个推荐的启动向这里 就会出现防疫健康码 我们点击 然后找到你自己所处的那一个地区 我们点击一下 它就被添加上了 下面这一个图标 你可以点击一下 则你想要换的 这一个大图标和背景 我建议大家不要选择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美丽一些 点击完成 除了健康码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设置 是这个微信扫一扫啊 支付宝付款码 收款码等等的 它本地化做得非常的好 已经预制了很多 很实用的启动程序 如果你想要在锁屏的情况下 打开某一个指定的APP 那我们选择带设置 还是选择启动向 往下滑 下面呢就已经有很多的APP了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选择系统功能 就是打开蓝牙设置啊 这些或者是设置都可以 重点呢 来说一下怎么样使用 这一个快捷指令 的话呢 只要你的脑洞够大 我们就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绑定 某一个备忘录里面的笔记 或者是绑定健康 我们来记录体重 在我的主页上 已经和大家分享过 好几个我自己常用的快捷指令了 这个视频里面 就分享一个最简单的 怎么样打开指定文件 我们要打开快捷指令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那比如说你想要在主页上 快速打开 存在手机上记账的账本 那我们就选择操作 找到你设置的账本的软件 比如说我是把它存在 Numbers里面的 则搜索 下面这里就有一个 打开电子表格 然后你再点击它一下 这里就会出现 所有你储存的电子表格了 我的账本呢 是储存在这个位置的 所以名字呢 这里我们一定要改一个 改成所有字母 都是英文小写 注意中间也不要有空格 我们点击完成 这样一个就建好了 那如果你想要在 锁屏的页面上 新建一个备忘录 又应该怎么办呢 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里添加搜索 我们就直接搜索备忘录 我们找到创建备忘录 我们点击了之后 先这个文件夹 我们选择一下 你新建的笔记 放在哪里 比如说我就把它藏身 MEMO这个文件夹里面 这里是讲要用什么 作为一个笔记的名字 建议大家呢 就选择每次均询问 就可以了 再把名字给它改一下 然后选择当 点击完成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新建好了 两个快捷指令 然后我们再回到 主频启动的软件里面去 我们再添加快捷指令的 这个地方 这个指令的名字这里呢 就输入我们刚刚 放见的这个快捷指令 然后我们选择当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地址 它就已经自动 添加上英文名字了 我们就不用管它 然后下面这个图标 我们也可以变下 因为这个是记账的嘛 所以我就用一个 你的这个工具 则右上角的完成 的话这一个快捷指令 就添加好了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快捷指令 我们点击可以新建笔记的 那一个快捷指令 我们把名字给它输入进去 选择当 因为它是个备忘录嘛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 这个图标好了 然后选择完成 这样的话呢 我们锁屏的四个小组件 在这个软件里面 就已经新建好了 怎么样把它放到桌面上去呢 我们从左上角往下滑动 调取锁屏页面的设置 我们长按 选择新建一个地址 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照片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一个位置 则添加小组件 到我们的锁屏启动 我们设置了四个小组件 我们把这四个小组件都添加上 这样就已经可以了 然后我们选择右上角的添加 把桌面壁纸也设置一下 我不喜欢它这一个模糊的效果 我们就把这个模糊取消掉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锁屏设置好了 我们可以来试一试 点击第一个 健康码 点击第二个就是微信扫一扫 第三个打开我的记账表格 点击第四个呢 新建一个备忘录了 我们有什么事情就继续往下记就可以了 它真的可以节约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我们都可以以最快的速度 用手机把它记录下来 那大家的锁屏上又放了一些 什么样的小样的快捷指令呢 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看看哦 如果你还不太会制作快捷指令的话呢 可以看一看置顶的视频 里面有婉转苹果生态的系列课程 相信看完之后 你就会知道应该怎样来设置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拜拜 by bwd6 by bwd6